嗨 哈罗 各位数学老师教你的粉丝大家好 数学老师教什么 教你算大乐透号码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看一下影片右下角 红底白字写订阅的那个按钮 麻烦你帮我给它按下去 甘温 如果是看到已订阅三个字 那就不要动它 感谢你的订阅 首先来看一下这一期开奖的号码 看你中了几个号码 来 开奖日期是109年12月1日 礼拜二 今年第104期 各位朋友 注意看一下彩券上面的区别 不要对错期了 12月1日 礼拜二 今年第104期 中奖号码 按照落球顺序是 第一颗球 37 第二颗球 04 第三颗球 49 第四颗球 44 第五颗球 29 第六颗球 22 特别号 30 第一颗球 37 第二颗球 04 第三颗球 49 第四颗球 44 第五颗球 29 第六颗球 22 特别号 30 好了 不管成绩如何 考不好的擦干伤心的眼泪 重大奖的擦干欢笑的眼泪 人生就是不断的向前看 接下来老师教你算未来一个礼拜开什么牌 拖牌 就是说 这一期开的号码 会拖拖拖 拖出下次和下下次什么号码 数学老师在这边教你用统计学 算出拖牌尾数 好 来来来 看这边 今天的第一颗落球是 37 第一颗落球是 37 会拖出什么尾数呢 老师这边已经帮你列出所有第一颗落球是 37 的级别 而且帮你统计好了 第一颗落球是 37 之后一个礼拜 最常开出的尾数是 9 最常开出的尾数就是 9 老师已经帮大家用黄色粗体字给他强调出来了 这样子 今天的第二颗落球是 04 第二颗落球是 04 之后一个礼拜 最常开出的尾数是 5 最常开出的尾数就是 5 今天的第三颗落球是 49 第三颗落球是 49 之后一个礼拜 最常开出的尾数是 1 最常开出的尾数就是 1 今天的第五颗落球是 29 今天的第五颗落球是 29 第五颗落球是29之后一个礼拜 最常开出的尾数是 1 最常开出的尾数就是1 今天的第六颗落球是22 第六颗落球是22之后一个礼拜 最常开出的尾数是 5 最常开出的尾数就是5 帮大家整理一下 综合上面的结论 这次落球3704 49 44 29 22 在未来一个礼拜会拖出4个尾数 9尾 5尾 1尾 2尾 知道了拖牌尾数之后 我们会有一些很有信心会开出 而且符合拖牌尾数的号码 但是这样的号码还是不少 这时候就要靠算出力注数组来减少投资成本 立注数组 以一组两个号码为例 意思就是说 你觉得这两个号码都很可能开出 但是不会同时开出 是二选一 立越多注 就节省越多包牌的成本 简单讲 就是不要把一组里的两个号码签在同一注里 这期老师帮大家整理出四组立注参考数组 分别是 第一组 02和41 第二组 09和32 第三组 12和49 第四组 22和25 最后 我们来利用古典几率算出冷门号码和很久没开出的号码 从古典几率的角度来说 01到49号 开出的几率应该是趋近相等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最少开出 也就是最冷门的号码和最久没开出的号码 应该有最大的几率在这次被开出来 老师帮大家整理出从民国93年1月5日到这一期 一共1806期里面 最冷门 也就是最少被开出的一般号 是24和09 最冷门的特别号是17和27 而最久没开出的一般号 是34和43 最久没开出的特别号 是44和16 最冷门 也就是最少被开出的一般号 是24和09 最冷门的特别号是17和27 而最久没开出的一般号 是34和43 最久没开出的特别号 是44和16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乐透开奖结果及未来一个礼拜的损牌分享 谢谢大家的收看 有帮助的话拜托在底下留个言 分享你的研究和收获 感谢你的订阅留言和分享